政府将向传统中医征收8%的销售和服务税 引起各方反弹 财政部副部长林辉英承诺 他会和第二财长商讨修订条例 确保传统和辅助医药服务受惠者的利益不受影响 林辉英今天在部门会见了传统中医学 和几股神经医学领域的组织代表 聆听他们对于中医服务被征税的看法和意见 讨论会结束后林辉英发文告表示 组织代表希望政府能够免除传统医药领域的服务税 同时不要向业者追讨2018年之后的服务税款 林辉英表明政府在征收税务方面 致力考虑人民的经济状况 特别是医药领域 确保人民享有可负担的医药服务 因此他已经指示财政部税务司 厘清业者代表提出的疑问 研究他们提供的意见 林辉英本身也将跟第二财长 阿米尔韩扎商讨修订现有条例 确保施政方案更加贴近民生 中文字幕提供的资料 感谢观看